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深夜,女孩正在做着甜甜的美梦 可这时她房间里的门被缓缓打开 女孩也听到响声 赶紧起身看向门外 但有些看不清 于是她又拿起旁边的手电筒 打开灯往外面一招 啥也没有 就在女孩疑惑的时候 突然隔壁又传来动静 女孩吓得小心脏砰砰直跳 于是赶紧躲进被子点满防御 可无奈对方的攻击力实在太强 将女孩的被子一把拉到了床顶 女孩瞬间被诊不会了 她只好慢慢地看向床下 想见识见识那东西的真面目 然而当女孩将头身向床底一看 里面除了玩具其他啥也没有 无奈女孩只好坐起身子 开始警惕地盯着床底 怕那东西突然钻出 可她不知道的是 那东西早已直听挺地站在了女孩的旁边 一阵电闪为明后 女孩才发现身边的情况 可让那东西没想到的是 女孩会有如此生猛的一面 只见女孩对着那东西一阵疯狂输出 打得那叫一个真的很难 可下一秒 房间门再次打开 爸爸妈妈端着蛋糕走了进来 可看着眼前的一幕 两人惊呆了 这时女孩才意识到了什么 她拉开床单一看 可爱的弟弟已经头破血流奄奄一息 牛逼